繼續關心地方新聞 律x基的聖蓋博谷的山貓野火持續蔓延 11號的空氣污染進一步加劇 很多市民反映早上起床時出街都覺得呼吸困難 而空氣當中充滿著燒焦的味道 室外的植物、車輛的表面 我們都可以隨處見到很明顯的灰塵 美國的海洋和大氣管理局表示 霧霾不會快速離開 隨著未來風向的改變將會進一步移向內陸 根據南海岸空氣質量管理區的監測數據 洛杉磯近日臭氧濃度達到了近2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空氣質量專家表示 氣候變化是霧霾增多的根本原因 但空氣污染的問題不僅包括霧霾 地面臭氧造成的空氣污染更為嚴重 由於不斷上升的氣溫 加速了產生臭氧氣體的化學反應 UCLA環境健康科學教授朱益方說 由於大火和極端高溫的結合 將空氣中的臭氧水平推到了最高點 這兩個因素都非常重要 而且都在同時發生 造成在上個週末檢測到 非常極端的臭氧水平 如果我們不採取措施加以控制 這種氣候變化將會更多次地發生 長期以來南加州的臭氧檢測 都處於全美危險的水平 這種腐蝕性氣體會令肺部發炎 引發酵喘和其他的健康問題 臭氧並不是自然界直接排放出來的 而是由火災、汽車、卡車、工廠和其他來源的污染 在高溫和陽光下發生化學反應而形成的 因此臭氧指數急速上升 通常發生在天氣最酷熱的時候 而這個並不是巧合 洛杉磯院衛生官員表示 吸入這些粒子對身體有害 尤其是小孩、老人和心肺病患者 應該盡量保持留在室內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